好 接下来关注的是天空飞的频频出包的美国波音公司 股价大跌 它摔到五个月以来的星机 起来有字 在今年初 阿拉斯加航空波音737 MAX-9 起飞之后 机舱门脱落 机舱瞬间施压 1月14日 全日空波音777跑到滑行准备起飞 但是左翼擦撞停机坪上航班的机位造成一阵混乱 1月17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结束了达伯斯论坛 准备返美 波音737专机出现氧气泄漏 它被迫下机 改由美国空军专机载它回国 在1月19日 亚特拉斯航空波音747货机起飞不久 引擎故障 空中起火 隔了七天 1月24日 达美航空波音757起飞鼻轮脱落 一路滚下 跑道斜波 1月28日 联合航空波音737-800起飞之后 挡风波离破了 紧急迫降 在3月 事情也很多 3月7日 联合航空波音777-200起飞的时候 一颗轮胎脱落掉地 停车场好多辆汽车毁损 3月11日 致力南美航空 一架波音787梦幻客机 飞到一半剧烈摇晃颠簸 导致机上50个人受伤 现在传出检举多项波音飞安问题的吹哨人 离其死亡 他沉失在饭店的停车场 当天预定要为波音飞安瑕疵出庭作证 因此他的死因引发了很大的议论 机枪那一片混乱 头顶上方的天花板裂开 露出内部线路 而这竟然是被乘客撞击导致 目击乘客回想这一切 仿佛电影情节般夸张 事件发生在本周一 一架南美航空波音787客机 从雪梨飞往奥克兰途中 突然急速下坠 造成机上至少50人受伤 其中包括孩童 有乘客表示 他第一时间找机长询问 得到这样的答案 伤者在奥克兰机场下机后 被紧急送医治疗 所幸目前都没有大碍 许多乘客接着搭机 飞往智利圣地雅各 在机场与亲友紧紧相拥 想起惊魂一幕 仍是余悸犹存 南美航空发出声明 表示这架搬机在飞行途中 发生技术问题导致强烈移动 但没有进行详细说明 波音近期频频出包 4号晚间联合航空 从德州起飞的一架 波音737900克机 发动机起火被迫返航 7号也是联合航空 一架波音777200克机 起飞时一个轮子掉落 直接砸在旧金山 国际机场的员工停车场 造成多辆汽车受损 本周一架波音777300克机 从雪梨起飞两小时后 周英维护问题紧急返航 统计过去7天内 联合航空拜波音所赐 已经出包5次 虽然这些故障意外 彼此没有关联 但波音公司正面临 官方的严格调查 美国联邦航空总署 FAA表示 刚完成对波音737 生产线的检验 纽约时报报道指出 波音在89项评管审核中 有33项没有通过 今年1月阿拉斯加航空 一架波音737 MAX客机 发生舱门掉落事件 美国司法部已经展开调查 FAA也已经要求 波音公司必须在5月之前 制定一下计划 来解决审查中发现的问题 虽然波音口口声声 说配合调查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主席上周在国会山庄 抨击波音公司 至今没有提供 这架客机关键螺栓 遗漏的记录 波音称这项记录 并不存在 2024年才进入第三个月 对波音来说实在不太顺遂 偏偏在这时传出波音前员工 62岁的约翰巴奈特离奇死亡 他9号被发现城市饭店停车场 死因还在调查中 根据CNN报道 警方目前判定他是举枪自禁 他是检举多项波音 非安问题的吹哨人 当天原本要出庭作证 同时还有其他案件 都在审理当中 但波音对他的指控 全盘否认 意外频传 不但让波音信誉再度重挫 主一扶上台面的非安瑕疵 最终更可能带来 数十亿美元的损失 要面对焦头烂额的事故调查 还有生意上的压力 波音上个月只缴出 焦机27架的成绩 远远落后对手空中巴士的49架 让波音股价12号重挫4% 跌至5个月来新低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